国中教育近年来加入了闽南语的课程 学生必须要在课堂学习闽南语 但是大部分的学生没有说闽南语的需求跟环境 学习成效有限 所以东方国中特别规划了跨世代的文化交流 由老师陈玉玲带领二十多位国中生 来到北城里永福宫跟社区长辈互动 过程中国中生又不轮转的闽南语互动 斗着这些阿公阿嬷哈哈大笑 有阿公阿嬷身体健康 生化尽 尝尿 有闽南无口 但是一句话就会直接告诉他 哈哈哈哈 我上岁如果突然在台语他说 听不听不听不就听不 我才突然想说阿嬷和阿公阿嬷说 他真是说 这样可能今天是一年 讲上台语的日子 真是很欢喜 因为这个比我说说 都比较有效 感谢大家 他们这个机会 与世代人交流 与大家学习 他们说 其实我们的中文 都有活力 或有学习的精神 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多很好的 学习的台读 他们现在9年了 要考虑了 但是如果看到这些时光 他们的朋友 还会比较努力 还会比较努力 为了这场 跨世代的文化交流活动 学生们不仅事先有准备 还特别规划了三场活动 要跟长辈们互动 包括制作许愿欣欣瓶 搓汤圆跟制作笔枪 学生表示 这场活动所说的闽南语 比他过去一年说的还要多 各位阿公阿嬷大家好 我们这边是 冬公国典9年了 9年 我们今天来是想要教各位师徒 做一些伏特兵 你们教我们教台语 我们互相交流 我们很高兴 感谢你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在想办法 我们很高兴 没有 很好吃跟我们说一下 今天我们要先准备要先满饭 这个小小小小小小 问你啊 是你拿的 赞 安排这个过程 在我过程的感想 他觉得我非常有意义 因为在这里 让他们这些修老师 大家教我们做这些修葬 语言的传承跟学习是需要环境的营造 透过这场成功的跨世代交流活动 不仅长辈们开心 学生们也跟着长辈说话互动的过程中学到很多 就连闽南语也有所进步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到